大家好,我們要開始囉 首先先感謝大家來參加G20V新手村 今天這個工作坊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帶大家一步步的探索G20V裡面有哪些專案 然後試著用大家比較容易的方式帶大家進去開始參與各個專案的活動 在開始之前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佩士,就是活力充沛的配1234的4 大家可以叫我佩士就好 我之前有參加過三個專案分別是設計給里長的回報系統 就是禮博,然後還有給COVID-19一些要在家裡關14天的人 給他們登錄自己日常的體溫等等的一個APP叫mylog14 然後還有目前有在做的就只有HertStory 就是我現在是HertStory的台灣區負責人 對,然後這個是一個跨國的女性議題收集的一個網站這樣 那,對,介紹完之後 介紹完我自己之後想要了解一下在場的各位大概都是怎麼樣的狀態 對,我想先知道一下就是在場有人已經有參加過G20V的專案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喔,COLFAC嗎 然後還有後面的是 V台灣 OK,然後兩位都是COLFAC嗎 欸,欸,欸,對對對 OK,那想請問就是這邊的三位會想要來參加新手村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所有的專案都會有新手 嗯,嗯 其實在這裡學到的東西其實是可以讓更多類似的社群使用到你自己去 OK,好 那另外兩位有想要分享的嗎 我們下一場的社群 喔,對,也是 那V台灣的部分 也就是對於類似的開放社團的 就是怎麼樣去就是協助新手部門的這種流程的事情 所以有點像是社群治理的部分 OK,好 那這個部分可能跟你們想像有點出入 因為我比較偏向是帶大家就是開始認識G20V的部分 但或許有一些經驗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對,那其他沒有參加過G20V的人 有沒有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們 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有,不知道有什麼期望嗎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嗎 你們在微笑的姐姐 你們在微笑的姐姐 呵呵呵 很早就來的這一位 分享一下 呃,其實我對G20V的 我是有點小小期待 就是我希望能夠了解說 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這G20V 對,所以說我想了解一下這G20V 我要怎麼去參與 因為我聽說這G20V好像有個流程 但是我不太了解那個流程 我要怎麼去參與加入這樣子 那那邊的有沒有願意分享的嗎 就是我其實是一位公務員 然後我想知道就是就公務員能不能幫上什麼 就是如果不是純資訊背景的話 我一直很有興趣想要參與 然後看了網站 然後加入了Slack 然後不知道怎麼開始 然後我在工作 我那時候在國外 然後現在回來 然後就不確定我自己要付出多少 找到Commit多少時間在上面 所以想知道有什麼參與的方式 我本身是個工程師 那想說 因為我知道G20V也蠻久 那因為之前工作比較忙 那最近想說 能不能對社群做出什麼貢獻 就來參與看看這樣 那這樣聽起來目前大部分有 就是第一次參加的各位 就是應該算是有符合我預期的TA 對 所以 像比如說公務員或是各種不同的角色 要怎麼參與G20V 這個我等一下會提到 然後 不過就是對於實際進去之後 你可以怎麼做 就是比如說你要怎麼用GitHub 或者是什麼細節的東西 可能我不會提到 但是 大家如果等一下後續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提出 好 那 那 我們先來 等一下 請一個 我們先來發個便條子 對 因為等一下會 希望大家就是 在 我會帶著大家一步一步做 一小便 對 就是我會帶大家一步一步做 那如果已經 前面有一些步驟已經走過的 就是比如說 像剛剛那位說 你已經有進過Slack的話 那 在 中間那段時間可能就是 你可以思考一下 當初你在進到 欸 在跑這個流程的時候 你在申請Slack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對 然後如果是 已經有經驗的前輩們 也可以就是 稍微回憶一下 當初在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有沒有 嗯 遇過什麼困難 那只要一旦 一旦你遇到卡卡的地方 或是 你覺得 嗯 好像 我 那個什麼 就是我指引大家的方式 有哪邊 是無法引導你 進到下一個步驟的 那就把它寫下來 那如果是 當下阻礙你無法做的話 你就直接舉手跟我說 那請大家在 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是不要吝嗇的 寫下你 遇到的困難 對 遇到的困難跟問題 對 任何小小卡卡的地方 都可以寫下來 那我們會在 最後的階段 把大家的問題 匯總起來 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大家共同會遇到的 那 關於這些問題 我們就可以請 G0V裡面的 呃 專業團隊 我們請九州團來 試著去處理這些問題 嗯 好 那我們就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等一下 我也手把手的 帶大家 進到G0V的組織 那 呃 大家就是 像剛剛講的 用便利貼寫下你遇到的問題 那如果 呃 有人不喜歡用便利貼 然後最後我們會會整 OK 那 首先 關於剛剛提到的 作為一個 呃 不同身份的人 我應該要怎麼去參與 G0V的社群 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或者是去Google 有形形色色的G0V參與者 就是裡面 有列出各種不同的身份 不管是呃 最常見的工程師 或者是設計師 或者是我們之前也有過公務人員 等等的 然後也有記者媒體 那他們在G0V裡面都做過什麼事情 或是可以以怎麼樣的身份去參與G0V的專案 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嗯 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 稍微看一下自己可能 可以以怎麼樣的身份去參與 因為呃 先帶有這樣的前提的想法 你之後再找尋你有興趣的專案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有方向 那給大家大概一到兩分鐘的時間 稍微看一下 打不開嗎 啊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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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 如果有沒有辦法連上的話 那先去Google看看 對 所以我怕他叫做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出来了 中文字幕提供 所以有人是有連到的嗎 那現在還沒有連到的 那你先站好看後面 那你繼續放 好 那我看我吃一種嗎 對 我剛也會 我剛也會先 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剛才不適合 他就把我看起來 我用五盆都可以開 好 因為後面有沒有 沒有 這連結可以放在棍裡 可以放棍 已經有放在棍裡了 已經有放棍裡了 好 是他還沒問題喔 哈哈 不是還不是 那 那我稍後再 再把其他連結都放到 共筆上面好了 等一下 時間比較多的時候 那 對 看完這邊之後 大家應該稍微會比較 知道自己可能 要以怎麼樣的角色去參加 有人的身份是不在那個文件上面的嗎 如果沒有太 沒有沒有太大的出入的話 那我們就進到下一個步驟 那接下來我們 大家再掃一次看看 就是 這個是令人驚奇的臨時政府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 盡量 用電腦看 因為他在手機板上面會 會被擠得很小 所以如果刷不到 應該說 如果有帶電腦的人 可以 就是 那叫什麼 就是直接去搜尋令人驚奇的臨時政府 然後他裡面的資料有點多 所以大家要稍微 等他一下 讓他跑一下 然後如果沒有帶電腦的人 我們可以 我可以在這邊秀給大家看 然後 然後 因為他 稍等他一下 對 他後面會有 我看一下 還行還行 好 就是 他後面大家可以看到會有文件的icon 所以 如果 你有看到前面的 內容 是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直接在手機上點那個icon 看他的 內容就好 那如果有電腦 大家就用電腦看會比較方便 那 我大概在這邊停個一下下 然後大家 稍微 browse一下有沒有 你覺得好像蠻有趣的主題 那如果 都OK的話 我就到下一頁 那 這個部分幫我記 10 10分鐘 然後 然後 如果有 對於哪個專案看不清楚 或是 嗯 想要問的問題的話 比如說 Hersory是 我有在負責 所以可以問我 然後Covet可以問後面的 就是 參與者 對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可以稍微問一下 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那 好 大家看五秒 我們翻到下一頁 也不是應該說往下滑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目前這些是 呃活躍度是 小太陽的 就是都有持續在工作的 一些專案 那 嗯 他下面也會有一些 就是沒有這麼活躍的專案 但大家還是可以考慮去看 點進去 呃了解一下 對 這邊有幸福存哲 Disfactory 還有 開放豬 嗯 好 再往下滑 好 FEIE 基本上 嗯 到這一頁就開始是 嗯 います 活躍程度比較低一點點的專案 對 但是他們有些是還有在做 就是 只是 做的比較少一點點 對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像 我們現在正在看了 令人驚奇的臨時政府 就是 在這邊有在做的 對 好 往下滑 就目前有這些 大家也可以盡量看自己電腦或手機上面的 會看得比較清楚也比較多 給大家一些時間探索一下 目前正在運作的專案有哪些 然後大家可以找找看有沒有一兩個 你自己稍微有點興趣的 有興趣就可以點到後面去了解一下 就是目前我有在網路上能夠找到的 最整理的最齊全最完整的 大概就是這個令人驚奇的臨時政府 那如果你是比較技術派的 比如說你會去看Github的人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全部G0V的專案 或是在HackMD上面找到 但對於一般人來說這邊會比較好看一點 請問一下這裡需要登錄帳號嗎? 不用 有沒辦法打開嗎? 黃紫是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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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那個 AwesomeG0V Project應該要打出來 如果打網址沒辦法找到的話 也可以直接搜令人驚奇的G0V 對 應該就會找到 我覺得我昨天有找過 好 然後提醒大家 如果在搜尋的過程有遇到困擾的話 你要記得請下來喔 謝謝 目前在探索專案上有任何問題嗎 如果OK的話大家就稍微再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進入到 就針對你想要了解的專案去加入他的slack 好然後後續的連結有放到共筆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掃不到 或者是你需要用電腦直接開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共筆裡面找到連結 好 謝謝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举个手 如果大家都有的话我就让大家先再探索一下 如果是结案的话应该会处在一个有段时间没有更新的状态 所以它在活跃程度上就会有差 但是的确是大家好像不会特别说 我们结案了然后就把它close掉 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他们前面的对话记录 还有就是相关的报告 主要如果是结案 我目前是没有看过结案的组长什么样子 好像他不会特别 我没有遇过有特别可能 你可以帮我写下来吗 就是对于比如说结案不清楚等等 我自己实际看到的情况会是 就是单级联织专案如果他结束了 像他可能专案后来没有人继续隐喻 他可能就是弃坑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长时间不会再提案 或者是他可能会由坑主主动发布宣告 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可能会有粉丝页 或者是已经有其他的网站 他就会说那我现在开始停止更新 他会有个公告的日期 其实这个列表也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所以就是如果坑主想到 坑主会去主动更新 那也有时候更多时候是别人帮忙 协助说我记得他好像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参考最新提案 最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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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接到这一种地方 OK 他上面就会写他最新提案的日期这样 然后如果像看到后面 哦 这边都有 OK 就是大家可以从他提案 最后一次提案的时间来推测 他是不是被气坑了 但当然就是 我们后面会再提到 如果遇到气坑的坑 但你有兴趣的话要怎么办 好 那 那我们先 先看到这个部分 然后提醒大家 就是刚刚遇到的问题 可以把它写下来 还有 你觉得有疑惑的地方 给大家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写一下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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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稍微再解释一次刚刚的流程吗 好 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是在探索各个专案 就是现在距离并上面有哪些专案的阶段 然后 大家可以 可以看一下 贡笔 贡笔上面有放 更新过的连结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 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就进去看 我刚刚没有讲这个 就是如果是 对 如果是你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大概内容是什么的话 看后面文件 那如果你想 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 比如说你的城市就是很强 就是会特别某个语言 或是特定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看找任务 它裡面會有目前一些人開出來的問題 如果你習慣看Gitup的話就點找Gitup 接著就是要進入專案的部分 大家可以針對 可以記住你剛剛看到你覺得有興趣的專案 然後就掃這個QR Code 或者是去查GTV Slack 出來的第一個連結就是 JoinGTV這個連結 這個步驟比較繁瑣一點 就是你要註冊 然後就要收註冊信等等的 所以給大家大概10分鐘的時間去登入 那如果已經有註冊過 Slack的人的話 可以把稍微回想一下你當初 或是你就直接再點一次 然後看一下你之前是不是有在哪個階段 有卡住過 那這個部分的卡住就 不管是你無法理解 這個東西為什麼要這樣做 或者是你中間都沒收到信啊什麼的 就這些都都可以寫出來 那在大家正在執行的過程中 我想詢問一下有沒有人當初 就是已經有進到 Slack 或者是已經有開始在參與專案的夥伴們 當初加入GTV的時候是直接加 Slack 還是會從其他的管道進去的嗎 我是參加黑客宗的加 Slack 所以是在黑客宗上面就直接加 對 在黑客宗上 因為當天也會有人會教學這樣 OK 那當初你們在加 Slack的時候 有就是遇到什麼困惑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所以他沒有特別解釋說 Slack是什麼東西這樣 我覺得 進入之所以有門檻 就是因為會有很多的名詞 跟新的城市還是知道 當時看看那個人的 你寫錯工具的工具表都是 進入社群之後才可以就慢慢學 我們在這個社群之內就會看 我會覺得這些東西都好多 你會覺得GTV們的演技 都很快 那我覺得 基本上大家一直在一起做一件事 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是這個遊戲 嗯 了解 謝謝 大家有很多幫助 謝謝大家 不要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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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如果有人已经进入slag的话 可以先稍等一下 就是我们下一个步骤会讲说 里面那些看起来很复杂的东西是什么 那目前有人还没有注册成功的吗 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先进到下个步骤 那接下来进到slag里面 相信大家看到应该 就是应该会只有general这个频道 然后其他是空的 然后好像 好像不知道这里是在做什么 那先稍微介绍一下general 就是一个公告重要资讯的公开讨论版 然后在这边就是 大家会放很多资讯在这边 那想要问一下大家 看到这个general频道的时候 有没有预期就是 你应该一进来就 可以看到什么你想要的资讯 应该说你进到slag之后 你第一个会想要看到的资讯是什么 有人可以分享吗 那先请前面的这位 如果进到slag的话 就是你打开slag第一眼 你看到的是 就是一个general频道 那你会希望他告诉你什么 第一时间告诉你什么资讯 就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完全 你应该之前没有进过slag 对对对 那你会觉得 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它会让你解开你的疑惑这样 就你是帮我怎么疑惑进到这个频道 我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那么多 OK 没有想那么多 反正就探索看看这样 对 那后面几位有想要分享的吗 就是OK 结果就是这样是什么 因为加入了之后 不是很清楚 但是没有什么 对 因为我在想到现在 但是general频道是用它做事 因为我在想到现在 我应该做什么 應該沒有在general翻譯過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general的頻道 對 很general 因為不知道是很有用在做什麼 OK 那可以麻煩你幫我寫下來嗎 就是比如說不知道general的用途 或者是等等的 謝謝 那所以剛剛在請大家加入slack頻道的時候 大家會對於這個步驟有疑惑嗎 就是會不知道為什麼要加入 第一次用slack的時候 一直聽到大家跟我說有很多不同的頻道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麼頻道 就找不到頻道在哪 對 然後它夾錯夾到別人的小頻道 OK 那麻煩你幫我寫下來 欸 你有變調子 好 那麼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想要 其他覺得感到困惑的事情嗎 沒有 其實它是一個 近靈靈透通的廣告 對 那 那 那 它這個頻道這麼多 那 我可以找到我 要怎麼去更知道我 我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進到這裡之後 你不知道要怎麼樣找到你的專案 對啊 因為你這樣 突然是共識一個slack 然後我幫我分線 我們 他們 他們在溝通的那個 有沒有一個 什麼樣的 術 也不是術語啊 就是溝通的那個 共同語言 對 嗯 OK 那 再麻煩你幫我寫一下 好 那 那我就先繼續往下面講 就是 剛剛大家提到的 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有哪些channel 或是不知道怎麼進入channel 大家可以 看那個 這邊 右邊有個channels 然後 它外面有個加 然後點了加之後 它就有browse channels 然後裡面就會有 所有剛剛列出來的 或是甚至沒有列出來的channels 大家就可以在裡面看一下 然後如果 如果 你剛剛已經有向重哪一個專案 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就直接搜尋關鍵字 通常應該都會出來 然後 嗯 joey channel 就可以 加入那個頻道 對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嗯 剛剛自己找到的頻道 有沒有在那些channels裡面 如果沒有的話 一定要說出來 那如果突然加入這個專案的頻道 大家會覺得很怪嗎 不會 但是這是個問題 要寫下來 對 然後如果大家在加入這個頻道之前 你會有任何的疑慮 或者是想法的話 也可以寫在便條紙上面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討論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討論 我忘記提醒大家 那個便條紙是一個問題寫一張 但是 就是接下來 接下來如果有 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就是 有問題就撕一張 再換下一張 這樣子 然後 嗯 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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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進行討論 謝謝 謝謝 我們進行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 好 那大家都加入有兴趣的专案了吗 有人还需要一点时间了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再进到下一步 那进到频道之后 大家应该都会看到 有的频道可能是空白的 如果他们太久没有运作的话 就是讯息会被slag刷掉 那如果他们持续有在运作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还有一些内容 然后关于slag里面的格式 就是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它在标题下面会有一个资讯栏 然后再把滑鼠移过去之后 它里面就会有一些置顶的重要的内容 那大家 我不知道用手机看 它会不会秀出来 我还没有特别看过 总之它上面会有资讯栏 就是大部分要给新参加者的内容 或者是当时专案最重要的进度都会放在里面 那大家可以点进去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提供给新参与者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指导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整个专案里面 整个专案里面都没有讯息的话 那你要怎么办 如果是有讯息的活跃中的专案 当然就是你直接进去问说 我可能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那现在有没有 什么事情可以做 就是可能要主动的问一下 那如果是没有活跃的 活跃或是没有更新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打开它的档案 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 你有兴趣做的 因为看原社群 就是大家 愿意奉献什么东西 你就做什么事情 所以就算他们没有再更新 你也可以把它从坑里挖回来 再继续做 那我想询问一下 但目前大家 点进去的专案都是有在运作的专案吗 有没有没有的 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可以 空白的是吗 就是这个啊 然后这个团应该是什么工作 哦所以他也没有资讯相关的工作 所以应该是你所做的团案是 气坑的或是新的 那你刚刚是从哪里找进来的 我刚刚 我刚刚 就按照你这个 就是 这个团案是 所以你不是从专案 先确认有这个专案才进去看 你是直接查的关键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刚也是透这个去找啊 然后他就是没有 所以也是没有找到这样的 所以也是没有找到这样的 有啊 我就是随便另外搞一个 就是那是在你里面 我有找到的 对 对 OK 好 所以就是会有看到空白的状况 嗯 那么 那么 嗯 看到空白的状况的话 如果他连资讯栏都没有内容的话 可能就是代表 这个 这个坑可能没有开 或者是 就是遇到各种状况被气了 等等的 对那可能就要再另寻其他物 另寻其他的坑 然后这边要另外提一下就是如果有 如果有人在专案里面完全都没有找到自己有 兴趣的 的内容的话 其实 嗯 因为相信大家加入距离V 除了有一部分人是想要来看看 想要 嗯 参与一些专案之外 也可能会有人是自己带着某些议题想要去做的 所以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 你就要直接开 开一个坑 直接挖一个坑 所以也就是说 自己再创一个新的频道 新的 HackMD 这样子 不过这个部分目前没有在我规划的内容里面 就是 想 确认一下现场有人是想要自己 挖坑的吗 可以怎么挖吗 怎么挖吗 怎么挖 怎么挖 就是直接开一个档案 然后就说我要来做这个 然后就 就是在刚刚那个那个列表里面去新增吗 对 就create一个channel这样子 如果你现在马上create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非常推荐 对 提案的部分 提案的话是 提案是要在 要在 那个 那个 对 那个提案是在有议程的时候去提案 对 它的提案是指说你要上台做简报等等的 那 像比如说明天 明天下午就有 刚刚提到的 对 明天下午有可以提案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有想要做 想要做的事情 你把它写成一份 大概打一个文件 然后你明天 就可以直接报名提案了 对 也是可以 然后如果有关于就是要自己提案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最后QA再补充一下 那 目前就是进到频道之后有人的 有人的内容是空的吗 或者是遇到问题的 如果 有的话要举个手 或是写一下 OK 好 那 嗯 对 我们今天 预计就是带大家进到特定几个channels 里面 就是让大家去尝试 进入channels 那在这之后 后面的事情就是真的蛮需要依靠 各个不同的channels里面的人去 去带领 或者是基础建设那边要先把一些前置作为做好 那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们想先确认一下 大家在前面的那些步骤 都遇到哪些问题 那我们可能 必须要把眼光放在哪个部分 那 帮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最开始是在awesome 就是里面探索各种不同的专案 然后后来 大家决定自己有兴趣的专案之后 就加入slack 然后探索那个slack 然后就是进去里面 要嘛开始做 要嘛就是询问里面的人 就是问一下问题 提醒一下就是在后面询问的部分 如果 因为现在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在那个 频道里面说话 但是你一进到这个频道 你可能会好奇的东西 或是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帮我写在 写在便条纸上面 然后现在给大家大概三分钟的时间 写一下便条纸 就是如果刚刚没有想到 或是没有写到的 可以现在补写一下 那写完之后 我请大家把 把你写好的东西 贴到前面 那稍后就是大家直接把你写好的东西贴在 你刚刚发生的程序是放在哪边 比如说你在这边遇到你就放在这边 然后你在中间的地方 比如说你不懂 为什么我要从这边到下一步 那你就贴在中间 都可以 就大家觉得你是在哪部分 遇到问题就把它贴上去 那 现在大家都写好了吗 好 那 那大家可以上来把你的 那个便条纸贴在 问题发生的位置 请向前 谢谢 然后如果有看到前一个人的叙述跟你是 一样或是类似的话 你可以直接贴在他的下面 OK 有人还有需要一点 时间的吗 稍微等一下 谢谢 我们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思考一下 如果 我等一下会再把上面的 大家贴出来的东西再讲一次 然后如果有人在过程中想到 啊对我刚刚也有类似的问题 但是跟他面向不太一样的话 也可以写下来 然后随时补充上去 OK 那大家可以一边想 然后一边 一边听 就是大家都说哪些问题 那首先在 看守专案的部分呢 呃 首先就刚刚提过的问题就是 要怎么知道专案有没有被close掉 然后要怎么把close的专案起死回生 然后怎么找到专案文件 怎么找到专案文件 怎么找到专案文件 这个部分 呃 这我可以问一下 这是谁写的吗 怎么找到专案文件这一张 哦 没有人写 啊 好 没关系 对 这个 哦对 就是没有人 OK 对 好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呃 专案文件 因为我想要理清一下 这边指的专案文件是什么 因为刚刚有 提到说 呃 你看那个专案看到后面 后面会有一个文件的icon 然后可以点进去了解 那我想知道这边 写怎么找到专案文件是指说 呃 在我讲之前 你不知道要点 点进去 还是你点进去之后 发现那跟你预期的不一样 就 嘿 后面那个就是不知道 其实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不知道跟自己预期的一不一样 那没有人有很多人可能是 呃 有某些异集的想法的时候 他会用Google的方式去找 嗯 但是可能不一定会想到 呃 自己想的找到 或者是说像我一开始Google 写异集的时候 不一定会进到 刚刚那一个提案的专案 嗯 了解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还没进到这个 Awesome G20V之前 你就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了是吗 那我可以把它移到这边吗 OK 谢谢 呃 可以在这边好了 好 那下一个是从Awesome G20V入手 可能少了人的温度 嗯 从近期影片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坑主可能比较亲切 嗯 这个部分 再点进去 点进去那个专案里面 有的专案如果上一次有提案的话 会有影片 不过这也是个问题 就是因为 我想这个要表达 应该是指说就是都是文字 可能感受不到 这个专案它想要 它真正的一些 人际上的意义吧 好 呃 呃 再提醒一下大家 在一边听的过程中 如果有想到什么 类似的东西 或是呃 想要延伸的东西的话 都可以赶快写下来 好 下一个是 怎么找到坑主聊聊 还有 HackMD如何使用 所以 呃 这边 这边说 HackMD如何使用的问题 是说 你在 在 在AwesomeGDP里面 点进专案 然后就看到HackMD 然后不知道怎么使用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贴的 但是 你觉得应该 嗯 ok 啊 应该是有编辑跟 观看 观看 对对对对 对我那时候 其实搞得很好 而且常常一进去看到 就是直接是code的 那个画面 了解 好 然后怎么找到坑主聊聊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好 加入slate 记不起来 什么东西记不起来 长颈鹿 什么 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 记不起来 嗯 嗯 因为其实slag的 就是这个newslag 它 记得它的网址 它那个 工作中间的点子还蛮长的 嗯 你才会打出 哦 所以 意思是说就是你要 进入slag的时候 你常常会 不得其门而入这样子 所以记不起来是指 网址的部分 那我可以补一下吗 就是网址记不起来这样 好 谢谢 因为我怕我等一下会 忘记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址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不知道频道有哪些 会不会加入到别人的频道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疑虑哦 然后最后是看起来最多问题都在探索的问题 就是突然加入别人的专案频道会不会很怪 然后大家在slag上面都会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沟通 还有不知道general的用途 然后是在怎么用跟line一样吗 还有进去之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不知道哪些channel 然后怎么知道专案的频道名称是什么 这个真的很难 就是只能打关键字 然后很多channel看名称都不知道里面在干嘛 对 这点我要稍微确认一下 就是因为我 呃 就是想了解一下写这张便条纸的脉络 可以问一下这张是谁写的吗 就是呃 很多channel但看名称不知道他在干嘛 或是有其他人有相同的感觉吗 或是有其他人有相同的感觉吗 就会有一个很要搜索的地方 嗯 然后点下去它下面就有 应该是按照字母的预设或者是怎么样 哦 列表的感觉 列表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知道他会有分别的组织 嗯 OK 好 因为你刚才讲我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在问题很类似啊 嗯 其实我 我有个朋友说 我在那个 呃 那个列本里面去搜索 找到我 我想要一个东西都抓满了 嗯 但是 但是你要问我到另外一个 12个那边去找另外一个 找这个关键字 他说对不起啦 像我刚刚找了什么太阳光什么核子啊 嗯 然后 我在贴上去的时候 他找 在12个上找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关键字 对欸 那这样就是 没法我配取啊 嗯 嗯 对啊 OK 那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 那我再把我刚刚有 记下来的几个问题 也分享一下 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意的 延伸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呃 刚刚讲过的名词很多很难懂 这有人写过了 然后不知道哪些结案有人写过了 还有就是 刚刚 这位参与者提到的 就是从 这个令人惊奇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再进到slack 这中间太跳了 你不知道要从这里进到这里 你还要交叉对照这样 所以 是从 搜寻 搜寻 搜寻跟 搜寻跟 搜寻跟专案的列表 Gap太大了 OK 那 除此之外 应该说刚刚这些讲完之后 呃 这里 刚刚这些讲完之后 大家有想要继续衍生的 内容吗 OK 好 那 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在 在 从搜寻专案 应该说在这边就 就有点模糊 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 还要进到slack 中间这一段也有个断点 然后最后再探索的地方 就是充满的问题 就是我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OK 那 今天的流程 其实大概就只有这样 就是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大家在 探索的过程中 会在哪些点 遇到问题 然后 我们还没有要进到 解决问题的阶段 因为那是一段很长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把 今天得到的结论 就是交给 纠送团去 讨论 那可能 我在想我以后 有一些想加纠送团 反正 之后后续可能 可以 针对这些问题再做一些改善 那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就是一同帮我们 找出这些问题 请大家给自己个鼓掌 对 OK 那 最后的最后 就是 Q&A时间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帮我拍个照吗 前面那张 不好意思 就是 嗯 就是 我是要拍他的内容 对对对 我自己也拍底张好了 那 嗯 最后就是感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欸 还在这一页 等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 掃slide 告诉我 然后 嗯 对 现在有直接想要提出的疑问 也可以 询问 或者是 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些 之前有参与过的前辈 我们也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 跟距离面的运作有关的事情 都可以提出来 那 有人想要 提问的吗 或者是掃这个也可以 对 我们最后还有 五分多钟的时间 对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 现在提出来 好 请问一下 因为我 我自己心中 就是 还是刚刚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在想 今天有任何问题 那时候 因为 如果说 因为我是工程师嘛 嗯 我想要找一些案子 但是我要怎么去找 怎么去找到 我想要的案子 嗯 我从 我从这个列表里面 找到了 找到一个 我想要做的 但是问题是我 那时候实在的时候 那这个过程中 你多于 都是一万 那 那 那 有没有改善这样的过程 还是说 你在别人结婚这样子 嗯 这个是 这个是在 后续 目前 根据我的印象 就是他们都是 有点 就是在 可能在新手指南上面 会有一个 程序 对 但是 我把新手指南 贴给大家好了 我好像 没有特别放出来 就是在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呃 共笔上面 刚刚也有人 帮忙补充上了 G0V 开源协作手册 我印象中 新手指南是这个吗 不是 那我再放新手指南 稍等一下 大家可以进到 进到 进到 那个 共笔上面 去看 最后一个链接 最后一个链接 是 这个 新手指南 然后 里面会有 就是 G0V提供给 新手的一些 步骤 但是 我最开始没有放 是因为 我觉得 他还是有一些 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是可能 看起来 会没有那么 好懂 然后 关于 关于这位参与者 刚刚提到的 要 想要提案 有一些可能 你没有在 没有在 没有在专案的 列表上面找到 但你想要做的东西 在 新手指南的 想提案 挖坑那边 有一个提案小诀窍 就是 里面会有一些 相关的资讯 对 大家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找 然后 嗯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 新手指南的 的 但我现在 一时 一时之间 就找不到他了 对 我自己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连我很常看 我都找不到 呵呵 所以 好 呃 我等下会再找一次 然后我把 我把 我之前看到那个 我觉得 比较 比较有一步一步 教你怎么做的 新手指南 我再贴到 我再贴到贡笔上面 大家可以再会后 再去稍微看一下 那 不过就是 嗯 依照刚刚的 那个程序 跑下来看起来 大概可以感觉得到 大家在 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 会有 衔接上的问题 对 那我们之后可能会 朝这个方向去 去跟九州长去讨论说 有没有可能 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对 就是刚刚 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这是个很 很重要的事情 你有其他想要提出的 意见或想法吗 好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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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寻slag 有些频道 是属于专案的频道 还是交流频道 OK 那 嗯 这边的问题 它说 搜寻slag的时候 有些是 有些频道 不知道它是 专案的频道 还是交流频道 该如何加入 这问题我补到便条纸上面 我一边补一边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 嗯 就我现在参加过的几个专案里面 好像没有纯聊天的频道 我自己参加过的今天是这样 就是 大部分都是 都是 都是专案的频道 除非是像那种什么 有一个 Random RAD R-N-D-0-M的那个频道 那是聊天频道 然后 不然其他的频道 大部分都是专案频道 但也有可能 因为 毕竟 开源的东西就是 你不知道里面会 混入什么东西 所以也有可能 会有聊天频道 所以 嗯 可能就变成说 或许 我们可以 可以 规范一下 就是频道的名称 如果是官方的 讨论 官方专案的频道 它是不是要有一个 规范这样子 或许这样会 比较好理解 对 那对 所以简单的 好 slack投出来 对 你说slack投出来 slido投出来 OK 嗯嗯 对 目前问题就是 因为前面三个 是我刚刚自己打的笔记 对 不是这些 最后一个才是问题 那 该如何加入 加入就是 加 就是join 对 那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主要 主要是在 不清楚频道的性质 还有 还有有的人对于 你还不太确定 这是什么东西就要加入 会有一种恐惧感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是 是这样理解的吧 对 那有其他的问题吗 嘿 就在刚刚这个流程 跟那个 就是你跟克松之间 他们 什么关系 就是通常 这是 刚刚看起来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 化解 然后克松应该是 比较短时间 然后这些长时间 都是从那边 involve 就是短化成 现在这种 比较长时间流程 流程的化解 还是 不知道 中间的关系 了解 就是 就是 在这种 长期的频道 的 slack上面参与上面 跟 Hackathon的参与上面 他们之间的 区别跟关系 没有分得很清楚 或者是说 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两个之间 是什么关系 对 就我的理解 他们 有点像是说 Hackathon给大家 一个机会去 提出自己 现在正在做的进度 它有点像是个 进度报告的阶段 然后我们最近 做了什么事情 我提出来 然后今天现场 因为知道Hackathon 所以来看的人 他们 也会听到就是 在做哪些专案 那我可以 我今天就可以直接 加入他们 就他是一个 如果说slack 是在线上 征召伙伴的话 那Hackathon 就是在线下 直接说 我们现在有在做事 大家一起来做事 这样子的感觉 对 那同样的就是 像刚刚 前辈所说到的 他在 他在Hackathon 就是现场 听到什么东西 然后直接 被引导加入slack 这是一个比较快捷的方法 但因为就是 很多人不会 很多人都还在 网路上探索的阶段 他可能不知道 GDP是什么东西 就会开始加入 所以 我们像今天讨论 都是比较偏向 在线上 你想要加入 或想要了解的话 会怎么走 那Hackathon 我们就会变成说 在线下 你直接去听说 正在做哪些事情 然后我可以加入 这样子 对 我所理解的区别 是这样 但我会把它记下来 就是这个是一个 需要讲清楚的事情 感谢你 那谢谢大家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 再丢上去 然后帮助我们 让GDP变得更好 谢谢大家